专利工程师如何在短时间内征服日语言一、N2? 刘SW学友首次报考JLPT日检,仅三个月,从零级直接跨越5、4、3级,合格N2,得分124分,排名前11%,通过五诗日文线上课程达成此夹击。 摘要 这篇文章是一位专利工程师刘SW学友的学习心得分享, 他在仅三个月的时间内,从日语初学者直接跨越至N2级的惊人成就。 刘SW学友在无诗日文的指导下,通过了JLPTN2考试,得分124分,排名前11%。 他的学习过程包括了200小时的听课和100小时的自修。 他分享了在学习过程中对著词的理解突破,阅读理解能力的显著提升,以及听力从几乎零基础到能够理解日剧对话的进步。 他特别感谢吴老师的有趣且有效的教学方法,以及给予他学习方向和信心的回馈。 推荐本文的理由 这篇文章对于想学习日文的人来说是一个极佳的参考资源,特别是对于那些从事专业领域如专利工程师的学习者。 刘SW学友的经验显示了即使是忙碌的专业人士,也能在短时间内取得显著的学习成果。 他的故事可以激励那些寻求高校学习方法并希望在日语能力考试中获得好成绩的人。 日语简定,JLPT,N1,N2,日本留学试验,日文学习心得,摘要分享。 本摘要主为时间有限,但需紧速了解相关学习心得,效率,性价比者而设。 摘要之原文来自文末,如玉祥月原文,科典选文末之链接。 无视日文分享系列 呵! 刘SW学友,人生第一次报考JLPT日检,仅三个月,就从零级直接跨越五级、四级、三级、合格N2。 124分,分布图排名前11%,93天,28岁,长庚大学,奠基工程系,专利工程师。 欢迎留言及搜取免费学习资料。 欢迎加入LINE生活圈。 更多精彩摘要。 点击下列网址可观看。 无视日文三个月通过日检年2。 无视日文九个月通过日检年1。 凡事都有好方法。